B的这一题呢,它的 Area of Rectangle TUV 是58 unit 然后,呃 我们刚刚呢,是TUV 所以我在这一边的时候,我就可以说 我的Area of Rectangle TUV 会是58除以2 然后,所以它是29 所以,这个等于29 是我的Equation OK 所以,我在这一边,我有这个Equation 呃,全部乘2 2P-5Q 加20等于58 然后,我就2P等于 这个 38加5Q 然后,P等于 38加5Q 除2 Sequation E 然后,刚才在这一边 UV 1P的那个PQ 之间的关系是 5P加2Q 等于37 So,这个 是这样 所以,在这一边的时候 然后,我Sub 我SubE into 2 5 38加5Q 除2 加2Q等于37 3 38 乘5 190 加2Q 加4Q 等于37 乘2 74 14 所以,我就有29Q 等于 74 -190 -116 然后,除29 所以,它会变成 -4 好 然后,接着 我们就 Sub Q等于 减4 into Equation E P等于38 加5 减4 除2 9 所以,我的 那一个V呢 会是 9 减4 好 就是这样